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纳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神经元的舞会 细胞如何在大脑中翩翩起舞 各位同学 欢迎来到神经元的舞会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大脑中那些神经元如何在这个复杂的舞池中翩翩起舞 当然 别忘了带上你的幽默感 因为科学也可以很有趣 首先 想象一下大脑就像是一座热闹的舞厅 神经元们是那里的舞者 每个神经元都有自己的舞伴 突出 他们通过化学信号 也就是神经地质来传递信息 就像舞者通过肢体语言和音乐节拍来交流 你可以想象 当一个神经元想要邀请另一个神经元跳舞时 他会释放出一些舞曲 让对方感受到节奏 在这个舞会中 有些神经元是社交蝴蝶 他们喜欢和很多不同的神经元互动 形成复杂的网络 比如 海马体中的神经元就像是舞池中央的明星舞者 负责记忆和学习的舞步 而其他一些神经元则可能更喜欢在角落里静静地跳舞 负责维持大脑的基本功能 比如呼吸和心跳 当然 舞会中总会有一些踩脚的情况 比如 当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出现问题时 就可能导致神经系统的疾病 就像舞者踩到了别人的脚 导致整个舞池的节奏混乱 阿尔茨海默病 抑郁症等 都是因为神经元之间的舞步不协调而引发的 而在这个舞会中 神经元们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舞步 神经可塑性就是这个概念 它意味着 神经元可以根据经验和学习来调整自己的连接 就像舞者在不断练习中改进自己的舞技 你可以想象 一个初学者在舞会上可能会显得笨拙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会变得越来越优雅 甚至成为舞池中的焦点 最后 别忘了 舞会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个别舞者的表现 更需要整个舞池的和谐 大脑中的神经元 胶质细胞和其他成分共同合作 形成一个完美的舞蹈团队 就像一场精彩的表演 只有每个部分都发挥作用才能让观众 也就是我们自己感受到那种震撼的美 所以 下次当你在思考 学习或是回忆时 记得感谢你脑中的那些神经元舞者们 他们正在为你演艺一场精彩的舞会 希望你们在这场舞会中能找到自己的节奏翩翩起舞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记忆的拼图 大脑如何拼凑生活的碎片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 记忆的拼图 大脑如何拼凑生活的碎片 想象一下 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位拼图爱好者 手里有一堆五颜六色的拼图块 但这些拼图块并不是来自同一幅画 而是来自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经历 情感和瞬间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大脑是如何处理这些拼图块的 我们的记忆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录像带 而更像是一部剪辑过的电影 每当我们回忆起某个时刻 大脑就会从记忆库中调取相关的片段 然后拼凑出一个故事 这个过程就像是在拼图时 试图找到合适的快来填补空白 有趣的是 记忆的拼图并不是总能完美契合 有时候 我们会发现自己记错了细节 或者把两个不同的事件混在一起 比如 你可能会把第一次约会的场景 和你朋友的婚礼搞混 结果在聚会上兴奋地说 我记得那天你穿着白色的婚纱 真是太美了 而朋友则一脸猛逼 心想 我那天穿的是牛仔裤啊 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 被称为记忆重构 研究表明 我们的记忆会受到情绪 环境和后续信息的影响 比如 如果你在某个事件后 听到别人对他的描述 你的记忆可能会不自觉地被改写 这就像是 你在拼图时 突然发现 有个块是别人给你推荐的 结果你就把它放上去了 尽管它根本不合适 那么如何提高我们的记忆能力呢 首先 保持好奇心 和积极的生活态度是关键 多尝试新事物 给大脑提供更多的拼图快 其次 定期回顾和反思自己的经历 帮助大脑更好的整理和存储信息 最后 别忘了幽默感 有趣的经历 往往更容易被记住 毕竟 谁会忘记那次 在聚会上 不小心把饮料 撒在自己身上的尴尬瞬间呢 总之 记忆就像是一场拼图游戏 虽然有时会出现错位和混淆 但正是这些独特的拼图快 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希望大家在今后的生活中 能够用心去拼凑属于自己的记忆拼图 创造出一幅美丽的画卷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神经传导的快递员 信息如何在大脑中飞速传递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神秘又有趣的话题 神经传导 想象一下 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座繁忙的城市 而神经元则是这座城市中盲目的快递员 他们负责将信息从一个地方迅速送到另一个地方 确保我们的身体能够高效运作 首先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些快递员 神经元 每个神经元都有一个细长的快递车叫做轴突 它负责将信息传递到其他神经元或肌肉细胞 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点叫做突出 就像快递员在交接包裹时的站点 信息在神经元之间传递的方式就像快递员通过不同的交通工具 比如自行车 摩托车 甚至是无人机 来送货 那么 信息是如何在神经元之间飞速传递的呢 这就要提到神经地质了 神经地质就像快递员手中的包裹 当一个神经元接收到信号时 它会释放出这些化学物质 穿过突出 抵达下一个神经元 想象一下 如果快递员在送货时 不小心把包裹掉了 那可就麻烦了 所以神经地质的释放和接收是一个非常精确的过程 有趣的是 神经元的传递速度可以达到每秒120米 这比你在城市中堵车时的速度快多了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的神经元是快递员 他们在城市中飞驰而过 送货的效率简直让人惊叹 当然 神经传导也有可能出现快递延误 比如 某些疾病或损伤可能会影响神经元的功能 导致信息传递变慢 甚至出现错误 这就像快递员在送货时迷路了 结果把包裹送到了错误的地址 最后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曾经有一位科学家 在研究神经传导时 发现了一种神经地质的快递员 多巴胺 多巴胺不仅负责传递快乐的信号 还会在我们享受美食 听音乐时 送货上门 所以 下次当你吃到美味的食物时 不妨想象一下 多巴胺快递员正在为你送上快乐的包裹 总之 神经传导就像一场快递大赛 神经元们在这场比赛中 飞速传递信息 确保我们的身体和大脑能够高效运作 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学习中 能够像这些快递员一样 快速而准确地传递知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的内容真是让人耳目一新 我们一起探讨了神经元的舞会 记忆的拼图和神经传导的快递员三个主题 通过这些生动的比喻 我们了解到大脑中的神经元是如何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 合作 交流 和传递信息的 在神经元的舞会中 我们看到了神经元通过化学信号翩翩起舞的场景 而在记忆的拼图中 大脑如何将生活的碎片重新拼凑成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而在神经传导的快递员部分 我们则领略了神经元像快递员一样迅速传递信息的高效运作 这些内容不仅让我们对大脑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还让科学变得趣味盎然 那么 经过这番精彩的探索 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些见解 科学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公式和数据 它也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幽默的色彩 就像神经元在舞会中享受每一个舞步一样 我们也应该在学习和生活中找到乐趣 保持好奇心 勇敢尝试新事物 在结束之前 我想邀请各位观众参与讨论 你们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想法 有没有觉得大脑中的神经元 就像你生活中的某个有趣角色 或者在你们的记忆拼图中 有没有特别搞笑或令人难忘的拼图快 欢迎大家提问或分享自己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在这场科学的舞会中翩翩起舞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the best of adding Из plans of ne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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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